过春天是青年导演白雪 基于自身成长经历创作的处女作 白雪将视线放在每日来往深圳 和香港的跨境学童群体 结合走水盛行的社会背景 创作了单非家庭的女孩刘子佩 为了存钱和闺蜜咒到日本看学 游走在香港、深圳两地之间 做水客的故事 过春天告诉你 自己成绪啊 电影名字过春天 是走私活动的一句黑话 意思是以赚取代工费为目的 将走私货物顺利带过海关 另一方面 正值青春期的16岁 在人生长度中就仿佛一年四季之始 主人公佩佩也终将度过 这个有温情有苦痛的春天 电影关注了单非家庭和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的问题 单非通常指的是父亲是香港永久居民 母亲持单程证赴港产子的家庭 深港双城的生活使佩佩缺失归属感 她在香港有朋友却没有家 在深圳佩佩有家却没有陪伴 这是情感归属和空间归属的双重缺失 导致的身份认同问题 佩佩明白 父亲在香港有着另一个家庭 唯一能给她的也只有一份微薄的零花钱 相对比父亲的有心无力 母亲对佩佩的关心更像是一种自我感动 她口口声声说 别人女儿有什么 你必须要有 但又从未想过试着了解女儿 父母不同程度的失职 造就了佩佩自卑没有自我的性格 她为了融入朋友 即便不会游泳 还是从游艇上跳入海中 为了不辜负走私团伙的看重 经由她守过春天的货量越来越多 在做水客的过程中 佩佩逐渐找到了归属感 这是她在原生家庭中不曾体验的 花姐的赏识 和与闺蜜男友阿豪配合的过春天 给了她成就感 这些错觉都暂时地麻痹了这个孤独的少女 让她建立了身份认同 电影用两个佩佩表情特写的定格镜头 划分叙事节奏 一个是她开启走水冒险之路的浴室 一个代表佩佩对走私团伙印象的颠覆 这种滞留的视觉效果 强化了剧情转折点的冲击性 比起死气沉沉的深圳生活 流光溢彩的香港是佩佩生活变化的源泉 手持摄影凸显了这种活泼 让观众以平视的视角去感受佩佩的情绪 对于一经一远的双亲关系 电影借助视觉上的隐喻 刻画佩佩与父母间的隔阂 房间里的隔断 是佩佩与母亲难以跨越的心理距离 而阻隔在佩佩与父亲之间的玻璃 是妇女两人无法融入彼此生活的写照 电影最具先锋性的 是那场佩佩与阿豪互绑手机的情欲戏 大片红色和黄色的灯光 让本就湿热的环境更加灼热 当色彩细节被模糊 更加将主角暗涌的情绪放大 羞涩 试探 情动 危险 都在这逼着的空间里愈演愈烈 交代的撕拉声 放大的喘息声 以及若有若无的触碰 把暧昧气息层层叠加 我打算 如果知道我们今次得做的话 我就顶住这个窗 你来帮我手 但突然的一个格戳破了警戒线 紧动的情绪瞬间松弛 情到浓时点到为止 才是故事独落俗套 最终 佩佩和阿豪之间的暧昧关系 被闺蜜咒发现 他们的友谊也随之破裂 而佩佩的水客生涯 也终于随着走水活动败露 被划上了句号 香港和深圳从不下雪 生长于此的佩佩 不曾知道冷是什么滋味 对看雪的执着 隐喻了她对未知的向往 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鲨鱼元素 阿豪的纹身 鱼缸里的鲨鱼 佩佩给阿豪画的手机壳 象征着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野心和欲望 电影最后 佩佩将鲨鱼放归大海 收到了闺蜜咒寄来的明信片 她带着母亲登山俯瞰香港 这时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 天上下起了雪 佩佩在雪花中 实现了与自己 与友人 与母亲的和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